男的做我的Excel 她就站在我的背后 看着我一点一点的写这个Excel 见这个模型 其实我们古话早就已经说好了 就这么一个短句 就可以形容这个女领导的心态 叫做多年的媳妇熬成活 女性在职场的这种扭曲 她并不只是我们东亚文化 中国资本家的独一份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最近呢 百度某领导在互联网上的发言 引起了轩然大鼓 大家就是一个狂嘛 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 我又不是她的婆婆 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 她能不能在她的岗位 及时的给我交付结果 我又没有要求她周末陪着我出差 我又没有违反劳动法 你可以不用承担重要的工作 但是你掌心的时候 就没有你什么事了 我没有威胁你 其实一开始 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 我预期那肯定就是排山走海 大家就是对她 完全不留情面的一个犀利的指责 结果呢 我研究了一番发现 大家总说互联网上利息很重 大家说很爱网报攻击别人 我看的那版本视频 我发现在她前面说 我是你的领导 我不是你的家人 我没有义务去照顾你对家人的责任 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还是弹幕有很多是同意的 A子说话操理不操 虽然气有点严重 但是其实她说的这个道理 也不完全是错误的 包括一些异形出差的特殊情况 到底这后面又说了什么 她到底做了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 以至于百度市值 你也蒸发60亿 然后她现在也是引救私职 那后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整个看完了她的发言之后 其实联想到了 我当时刚入职场时候的体验 咱们总说 我们这个中国资本家不是人 996啊 不尊重女性啊 这是常见的一个论调 今天给大家听一听伦敦的故事 到底有没有区别 想起了我当时在入职时候 伦敦咨询公司的女领导 首先呢 在我面试那家公司的时候 就挺逗的 我研究了一下公司的网站 出于这个礼貌 你要研究一下对吧 人家公司愿景啊 人家领导都什么风格啦 我也胆挺大 可能国外对于这个平权 确实保护比较好 几个男合伙人面试我之后 终于有一个人问我说 你对公司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 哎呀 我看了一下啊领导 咱们公司29个合伙人 只有一个女的 好像有点可看 然后这个男男还特别nice的 一阵给我审解释 说那个不会的 你看就在一外面做人的那个女的 她马上就要升职了 不拉不拉给我解释半天 意思说你们女性在这里 是有机会上升的什么的 但是这个还有搞笑后话 就是其实这个女的 在我入职半年之后 就跑去非洲做非营利组织 人家不想升职 但说回来 总归呢 平权的情况 在我当初那个咨询公司 其实情况就有点堪忧 那我还是进去了 毕竟油饭吃谁不要呢 我进去之后 有两个女领导 各位印象比较深 第一个女领导 就是那二十九分之一 她究竟何取人业呢 首先好猜也不好猜是 她是一个印度裔 稍微对国外工作经验 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印度裔的人在国外主打一个 可以说 会说 贼能说 并且互相会拉帮解派的互相提拔 所以咱不能推错说 这位女士 她有没有受到什么同族裔人的提拔 但是能看得出的是 首先她的表达 是非常的强势 然后特别会说的 另外一个点呢 就是在全司 二十九个合伙人的 员工愿意跟她做项目 意愿度排名 这位应该是电力后名 不是因为她能力不强 是因为她要求非常高 大家听说要上她的项目 都文光丧淡 所以说 首先呢 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九分之一 我当时就开始 对咨询这件事情 产生了一定的恐惧 我想说 十几二十年后 就算我这么牛逼 对吧 是不是有点不着是喜欢 我有点害怕 那再往前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景 这都是十几二十年后的事 另外一个女领导也挺逗 我们上项目呢 咨询一般会有 几个不同的工作流 有些人呢 负责画PPT 有些人呢 负责可能采访人 还有人可能负责去出你数据 那我呢 作为一个东亚女性 那肯定就是 我们叫Excel Monkey 就是一只做Excel的猴子 那么我当时呢 做这个Excel 还算是在公司 口碑不错 基本上项目经常做这个 我自己也喜欢做 其实我还挺引拽 其实跟每一次 跟领导合作 其实每个经理都对我这方面很满意啊 因为我做的又快又不出错 对吧 唯独有这么一个女经理 我记得我之前跟她 只上了两个星期的一个短相 在当时某一个伦敦加班的夜晚 大概在晚上九点半左右吧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这个并不是一个客户 在line的一天 也就不说当天 我们要交付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在加班 然后当时我做这个项目 一段时间了 我在那做我的Excel 她就站在我的背后 看着我一点一点的写 这个Excel 见这个模型 然后我也挺奇怪的 我心想说有必要吗 然后我就跟她说 然后她就也不反应 一直站我旁边 然后过了一会儿 果然过了比如五到十分钟 她可能就指着一个格子 主要这个我觉得不对 然后我又得花时间给她解释 试试证明我是对 这样来来回回 搞得两个人都精神压力 非常非常的大 极度的紧张 我当时就很闹心 我想说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 你有什么可焦虑的呢 甚至我这个表 做完都不是直接发给客户 当时只是对这件事情 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我又陆陆续续 在我司观察了一些 其他的女领导 因为不是每个女领导 都像刚才形容的这位 这么夸张 但是普遍你会发现 老的是真快 你会感觉到 他们即使是未婚未雨 比当时的我 可能只大个六七岁 真的很多人连三十都不到 你就感觉她的那种沧桑 就已经四十五起跳 我当时就觉得 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罪惨 那我就进一步 对女领导这件事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 这也基本上开启了 我开始考虑 离开咨询行业 包括后面转型 自由职业 包括转型 我现在做教练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话说回来 大家听到这两个故事 什么感觉呢 其实很多时候 女性在职场的这种扭曲 它并不只是 我们东亚文化 中国资本家的独一份 也不只是 我们这个文化下 女性所面临的困境 那今天其实 通过百度的 这个领导的发言 我想聊的是什么呢 其实是 什么造成了我们这样 女领导的扭曲 以及我们普通人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们打工人 究竟该做什么 其实我们古话 早就已经说好了 就这么一个短句 就可以形容 这个女领导的心态 叫做多年的媳妇 熬成活 你想想 他自己都提到了 他说我有两个孩子 当初我升职的时候 没有人去照顾我 对吧 没有人去替我着想 谁该去帮我承担 家庭责任 我的老公不高兴的 该怎么办 那凭什么 到了你们这代 到了这个时候 你要求我去承担呢 你要求我去为 你想要 获得多一点的情感陪伴 而去买单呢 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路 现在事实已经发生了 那他能做到 现在这个领导的位置 他做了很大的牺牲 我们其实 背后要看的一个 有意思的点是 刚才我也形容了很多 女领导在职场中的 比较可怕的扭曲的行为 让大家的观察中 男领导是什么样 当然男领导人数更多 可能多样性更大 但我的观察是 他们油腻跌的味儿 当然是非常多 可比女领导可多多 但是呢 这种说话 非常的尖锐 针对性的 可能对一些下属 会发出非常明确的 质责的这种男领导 其实并不多 尤其是在一个大基数之下 你去看比例的话 那这个区别到底在哪 其实这背后 有一个巨大的假设 第一层 最明显的是 同样作为 想要升职的工人资本 他希望你能够 放弃家庭责任 那如果是像 百度这样的一个公司 他又是高管的话 他的金钱 肯定是有办法 能够购买 其他人的时间和导动力 替他去承担 家庭责任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 轻易的去想象 百度的那些男领导们 他们家里大概率 除了有一个 很可能不工作的老婆 还有可能会有保姆 然后也可能会 把家里老人接过来 那这些人的开销 大概都是这个 赚了很多的男的负担 然后大家都觉得 其乐融融 是吧 很好很好 这样下去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这个同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性别反转 套到女领导身上 会发生什么呢 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 是他还是会被指责 可能即使他已经赚这么多钱了 他已经这么成功了 他的周围的人 也许甚至是他自己的父母 或者老公还会说 赚多钱干嘛呀 你作为妈妈 还是应该陪孩子 或者这些东西 他这一辈子 大概率是听到过的 这是一种我们之前叫做母之惩罚 对吧 还有一部分呢 则更加的 我们叫Sato 更微妙 就是我们作为人类 都是有情感需求 我觉得这个不算是 挑起什么性别对立 或者性别区别 起码根据我们现在的教化来说 咱不说天生啊 基因这都去掉 教化来说 我们女性会感受到 我们需要情感陪伴的可能性 是要略高于男性的 这个表达非常严谨 对吧 同样比如说 不能看到宝宝长大 压压学语 然后去走路 或者说叫爸爸妈妈 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失去感 作为母亲 那个孩子曾经从我的肚子里出来 失去了那个moment 失去了那个情感连接 我的失去感很有可能会更强 那么这是一个 绝大多数自然的一个情况 这和我们女性在前妻生育上 本身身体的付出 它就是有直接关联 它有一些荷尔蒙关联 有一些这个时间相处的关联 对吧 所以说同样是失去感 女性在明明用金钱购买了 其他人的时间 塑造了一个 在客观上OK的解决方案之后 她仍然会感到更多的 也许是被指责 也许是失去感 这些东西日积月累 真的积累到一个女性 已经永攀高峰 到了可能百度的一个 年薪几百万的位置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的 就是怨恨 有人不去理解她 你会说 其实很难对不对 因为她通过永攀高峰 慢慢退去了自己女性的那层外衣 成为了和男性很类似的 在社会上的首要定位是成功者 而大家知道的 现在在互联网上也好 在现实生活中也好 你看到一个赚特别多的成功者 你第一反应 肯定不可能是想 其实她过的也不容易 我们过的更不容易 我们去同情这些二六八干 对吧 是不是这个想法 所以她失去了 她的这部分的怨气 这部分的不甘 这部分的委屈 和失去被理解的可能性 大家想你自己选的呀 我们不说这件事对不对 我们就说这件事存不存在 很明显 在这个女性的发言中 是有所体现的 也在曾经我伦敦的 女领导身上有所体现 我们看到了第一层架设 关于这个购买其他的时间 完成家庭责任 是否还会造成情感上的一个不甘 那我们往前退 这个就有意思了 现在呢 很多网上的这个女权会鼓吹说 哎呀 我们千万不要生孩子 对吧 我们千万不要掉入这个男权的陷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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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生孩子不生孩子 完全是个人选择 不管你是因为怕疼 没钱 还是觉得不想为另一个人负责任 这都是个人选择 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要认为 自己为了事业上去上进 因而选择放弃爱情和家庭 是赢了 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你为了想去事业上上进 而放弃爱情和家庭 绝对不是赢了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首先说放弃 背后也就是说 那如果事业和家庭不冲突 不涉及到牺牲 你可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陪你 也许你们不会结婚 也许你们不会生孩子 但是有一个长久的陪伴 很多人是希望的 那现在因为这件事会影响事业 很多人说 那我放弃 这叫放弃 所以我为什么说放弃不算赢了 那我们共同的敌人究竟是谁 一键三连告诉你答案 我们的敌人 其实就是资本家呀 很明显 资本家呢 一直都希望什么 他希望每一个领导 都像他一样觉得 员工被我骂哭了 和我无管 这句话是 我在他长篇大论里 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可悲的话 我们说前面很多 关于我派你出差 什么烂七八糟 这种具体的 他都有很多背后的情景 故事我们不得而知 也许那个他所指责的员工 本身确实就是很不负责 这都是有可能 但唯独我在想 无论这个员工有多么差 你作为一个人 你把别人骂哭了 真的和你无关吗 失去的是什么呢 是基本的人性啊 你回忆你过去人生 把别人说哭了 有可能有些朋友也有这样 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情景 我认为即使从道理上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 有两件事肯定是不对的 第一件事就是觉得 他哭和我无关 他爱杂杂 安慰或者道歉 某种程度上是应该的 那么另一个就是 如果他是你的下属 他哭和你作为资本家 利用他未来的效能无关 当然有关啊 你认为一个天天 被你骂哭了的下属 他真的能为公司 产出最大价值了 所以这个领导 他在这种网上攀爬的过程中 他不仅被迫失去了 很多女性本身 很可能渴望的一些特质 他还失去了 很大一部分人性 甚至失去人性之后 因为失去对人的感知 他也不能最好的利用人才 为公司创造效能 所以搞了半天 竹篮打水一场空 全都失去了 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底层 真正要去打破的 那个固态 那个假设 那个我们其实 不应该接受的 并不是关于 比如公司究竟 让我们工作多久 加班到底是什么一个 控制的量 而是我们究竟觉得 这样的去默认 一个人类 像过去18世纪工厂 拧罗斯丁的男性一样 去工作 去为资本主义 被压榨进 最后一滴血汗 是不是应该的 被迫失去 女性特质 人性特质 乃至于 继续被压榨的可能性 究竟是不是应该的呢